木屑颗粒基压滚磨损严重会导致颗粒基产量下降和颗粒质量下降。 另外,压滚的磨损还会对环磨造成损害,使其容易破裂或变形,影响颗粒基的正常运行。 此外,木屑颗粒基在使用过程中,如果压滚磨损较严重,还有可能导致机器过热,从而影响机器寿命和使用效果。 因此,木屑颗粒基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换磨损严重的压滚,以保证颗粒基的正常运转和颗粒质量。